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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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9日 7月已经差不多走了三分之二了 市仍然是未翻身 会不会有翻身机会呢 有点点啦 有点点啦 今天可能有点点翻身机会 为什么这么看呢 首先看看这里的20日北水的流向情况 大家细心留意一下这里 大家细心留意一下这里我放大不了 我没得放大 大家看看这个橙色这个呢 啤色呢 勾勾地上去 还有这里多了个蓝色 多了一点点上去 即使应该是北水似乎是多了一点点进来 昨天计算 昨天计算 今天会不会又测出去了呢 不知道 不过希望继续增长啦 那增长北水的时候 那就是又要玩啦 其实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了嘛 美水就流走 北水就要等流入 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整天都会觉得说 我们是这个 给中国累啦 人仔累我们啦 如果人仔不跌的话 我们说完就不用跌啦 神经病 人仔不跌 说完不跌 那就是很简单啦 你又要扭开的水头 关了的水头呢 我们多少东西是和中国有关系呢 食物 水 很多的经济 那你自然 你又不能够只有一件事就说 我要你的药好 我不要你的药不好 那就是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你要第一件事 你有一件事要接受的 就好像你找个老公 或者找个老婆 那百分百好了吗 不是的嘛 总之就是 它没有害你就是啦 就是这么简单的 好 再跟着我们去看看 我现在那个 哎呀 忘了讲一讲 要讲了那个什么 要讲了有什么行业 今天的行业 惨啦 只剩下三个 我一直都在讲 大家留意 天然及石油器呢 在未来一个长时期之中 都是会是有点支持的 原因是 美国搞成这样之后 是使得全球的石油的供应是减少了的 俄罗斯和这个OPEC加是减产了的 那还有就是 这个是 美国方面呢 就要将很多的资源 运了去给欧洲 救欧洲佬的 欧洲佬今年 会死的 因为欧洲的政府已经找到 它再不可以支撐 出一些是津贴 给一些居民去支援它 昂贵的是 燃料费用 假设 今年 冷一点点 现在 欧洲政府方面都说要撤销 对燃料的津贴 欧洲人的生活 将会很困苦 天然及石油器 会继续上升 而美国方面为什么可以支援到这个 欧洲方面的东西 因为它还要截了俄罗斯的出油 全世界都少了油 而欧洲都顶得住 是因为美国在用它的战略石油储备 战略石油储备 现在已经到了很空虚的状态 这个战略石油储备 如果按照它们目前的 保回级度 速度 和消耗的速度 因为它要补一些 又要消耗一些 这样的话 大致上已经十年 它都补不回原先以前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 石油会继续加跪 这些位置 它不是大升也好 只要它不倒下来 那天然及石油器 中国的三桶油 就可以可望站得挺硬 那当然啦 会有波动的 那没问题的 那当然会这样的 面包也要便宜贵 到五点钟的时候 那些面包就可能 一袋卖给你的 那这件事就要这么看了 好了 我再看看个别的板块方面 不用看了 这些大牛龟 绿色的 即是很痛苦很痛苦 红的有什么呢 反向的 那中国的 海洋石油 那还有什么呢 那还有什么呢 因为阿爷说 这个是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 那当然要用软件 那然后就用紫金抗业 这些都是会好的 那对于平台经济 很多人就会说 什么叫平台经济 为什么中央以前好像支持 又说不支持 其实中央一直都是支持平台经济 因为没有平台经济 中国的农产品 是不能销到城市的 不要以为平台经济 就是打游戏机 好吗 好 那当然 还有一个 平台经济 如果你搞那些机搞得好的话 以后可能你是会三军总司令 因为以后都是电子战争 好了 那市真是不幸运了 又跌跌跌下来 跌穿了保力通道中逐了 跌穿保力通道中逐之后 是会有一样东西的 可以向下继续跌 跌穿了这些位置 跌穿了这些位置 那也都可以去到这里怎么样呢 例如好像这里那样 上了之后就跌回来 跌回来都可以的 那现在我们还没有知道 也好像这里有什么 打横 那如果这样可以 打横 那就应该可能会有机会 跌的了 因为这里可能 可能 是一个双底的形态 要能够成立双底的话 就要它一定要升到这里 就是这个之前的高位 暂时由于今天有少少 好像北水流 昨天有少 北水流 希望希望 希望 期望 都是如是 今天有什么可以留意的股票呢 宏里金融 保险股 这两个月有资金流出 考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